画的时候 手拨的时候可以画大一点你的温度感 用梳子画的时候 那个梳子不用画的特别大了 稍微细一点就可以了 当然啊 这你刚开始在分头发的时候要分直啊 有的节目它很容易是前面分多 后面是分少 那你的稳定感会前面大 后面小 不均匀 要分直 分着头发不要往下面去拉了 是往上提的 往上提往后去拉 还是不会拉 有哪些节目是画不好的 如果你画不好的 节目你打个意思来告诉我 我看哪些节目是画不好的 你可以把里面的问题都打在评论区里 我来教教大家都是可以的 这边头发往上往上去 往上拎上去 你看我这边头发绑完之后呀 它是不是很瘦 很瘦很细很小的 也就是说我们头发很少很小的一小片的时候 它同样也可以做出了好看的稳定感的 滑不来 滑不来 依然也滑不来是不是 这个重点一定要听进去了 每次我们在绑皮筋 很多节目他习惯就绑得很紧 你绑得很紧 你的稳定感是分不出来 像我这样绑松 你看就这一点点小头发 你把它绑松之后 它就是可以往上推一推高的 推高推力推蓬松 不要用那种胶穿皮筋 胶穿皮筋是长头发的 头发长断了 碎发多头皮痛不舒服 用这种棉线包住 皮筋还是不长头发 而且这个皮筋你绑紧之后 你可以往上拉 拉松它 拉松它之后往上推 它就可以推得很高很立体很蓬松了 再来用它我们梳子在这里面的去梳筋 从前往后面梳筋它 梳子我们在画的时候 一定不要平着去走的 也不要梳着去走了 你稍微斜一点点 斜着45度放下来 像这样一下 中间放下去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八下 从前画到底 按着头皮去画 分开成纹两股的之后 捏住它 梳子取笑就不用了 这种梳子它是非常光滑 没有毛刺的 这种梳子是很宽的 是不是很多前面家们 都用这种梳子 太宽太厚了 你的稳定感是画不出来的 工具要选对 工具选对的做发型 简单容易一些 工具选错 做发型就非常非常蓝了 好 我们这片头发呢 掏完之后 你看看我这片掏完 它还是很松的 如果你这片掏完 这片头发呢 往上推一点点 往前推了 它的稳定感慢慢就出来了 那个推是这样子的 没有稳定感的 往前推 手指放进去 第一层你给它轻轻分一下 第二层绕开 第三层绕开 慢慢这样去拨 左边拨完 拨右边 看到没有 左边拨完拨右边 这样稳定感它全都出来了 全都出来了 很漂亮 这个小稳定感 这种稳定感 你真的用手去 编的时候 它也编不出来 用上我们的书子去画 它就画得特别漂亮 特别精致了 这个书子在画的时候 也不用画多太多下 就画个八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可以了 左边四角股 右边四角股 是很简精致 精致好看又很有形 但是就不要把这个皮筋 往后面拉 因为你把皮筋往后面拉 它会拉扁的 拉扁拉平时不好看了 皮筋就得轻轻往前推一点点 往前推高推 蓬松推立体的 它才是精致 才是有形的 看到没有 好 这边头发比蓬松的话呢 在侧边头发 你给它往上去输 把头顶的一起 全都固定上它来 把这个皮筋往前推 不然稳定感又没有了 这个词比也是这样 给它往上去输上去 往上输上去 它能输得比较偏蓬松 比较偏的立体一点点 再来用到我们的皮筋 给它一起全部 全部把后面头发 往上面去输 往上面去把 前面做好看了 后面要做好看 前面要做得很好看的这种 稳定感 后面就不要披着伞着了 因为太热了 我交给你们 把后面做个小画包 小画包给它做出来 试了好几周 没有做好对不对 一定要把细节拼进去 细节没有停进去 做完就特别容易翻车的 把头顶往前面推一点点 后面用上我们一号链接皮筋 给它绑上固定它 把我们的尾巴和发烧 往上面去拧 拧上来 好 第一圈我们放下来之后 手按住它 把尾巴和发烧 同样也是藏进花包里面去 这会儿的话 整个丸子 它用上皮筋绑完之后 可能有点翘翘的 不怎么好看 是不是朋友们 这不怎么好看 有点乱乱的 我在教你们怎么去调整它 把我们的头发多的这里 往头发扫着 并给它拨开 绕开它 绕圆绕的宝妹一些 丸子往上推一点点 把这个颅底会贴高一点点 后面再来用上我们的抓甲 后面用到抓甲 把它去夹在丸子两侧去固定它 这样子整个丸子 就固定在这里了 很漂亮 很漂亮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存在 整个发现存在 还是存在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其实这会儿 这个碎发有点多 是不是 本来发现很好看 很漂亮 很精致 但碎发太多了 好险毛躁 特别险毛躁 不精致了 不精致感觉 特别是夏天出了汗 粘脖上面 真的是不舒服的 对不对 只不过现在姐妹们 你们有没有碎发 你们有没有碎发 如果你们有碎发 你们就打一个有字来 打个有字来告诉我 好不好 如果有碎发 就打个有字来告诉我 因为碎发太多的情况下 真的张什么发现 都是不好看的 不精致的 比如说我吧 我这前面侧边 后面都有碎发 特别写毛躁 毛肉绒 像金毛失望 一样的感觉 是不是 你们有碎发吗 如果你们有碎发 这个特别好用的 它外线上面 有点像是刷睫毛的睫毛膏 但它不是刷睫毛的 我们用它刷碎发 特别管用 用它刷碎发特别管用 你哪个地方是有碎发的 我们刷哪里就可以了 比如这里有大毛 这里有碎发 你把碎发刷上面刷 用这个刷都往上面刷的时候 整个的碎发 毛躁头发就看不见了 以下就会变得非常干净 非常非常干净 非常非常清爽的 看到没有 你这边还是毛肉绒的 很乱很乱的 这边是干净清爽的 这边风一吹 头发沾脸上 沾脖都是不舒服的 这边很精致 一整片的碎发 都是不会掉下来的 用来不用每天洗头 我们干什么的时候 就什么时候就可以了 好 再来把这边碎发也来整理一下 不然太乱了 太乱了 你们可以看看对比 没有碎发跟有碎发 是完全是两个人的感觉 这边更加精致 更加写毛躁不精致感觉 这个碎发上面刷 往上面刷上去了 干净清爽有形 像这种碎发膏 它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它是植物萃取 植物萃取安全又很放心 大人跟小朋友 咱们多了用得了的 大人跟小朋友 底下碎发也可以 下车往上面刷下去 有没有老姐妹是需要的 这个碎发膏 有没有需要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每个女人 每个女人家里面 都要必备一个产品来了 我之前 这个我用的时间比较久 我之前是买的是30 30块钱去买上这一只 这个我们今天 给大家改个价格吧 给大家改19块就不要了 今天给大家直接改16块8 16块8开给你们 还不够朋友们 今天下单的朋友 我全部给你们都送一只 全部给你们都送一只 16块8大就是两只了 两只了用大半年的时间了 在小黄这8号链接 就上个50分吧 50分抢完链接下掉了